大家好,我是布言,今天我们说一下风车茉莉 有的朋友说,如果你给我一个墙,我能送你千万个小风车 那就是种一颗风车茉莉 风车茉莉它开花就像一个个咕噜咕噜转的小风车花形 特别漂亮,而且浑身散发着茉莉的清香 它开花量十分的巨大,经常作为花墙,作为拱门 所以你有一个院子,可以打造一个风车茉莉花墙 不用担心,它特别好养 它耐热,它又耐寒,能耐零下十几度的低温 它喜欢光照,但是它又特别耐阴 无论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地区,它都适合养护 风车茉莉它的开花主要集中在春天 在五月份六月份之间开花量十分的巨大 但是因为开花也消耗了大量的养分 到了夏秋季节,它只能零星的开花了 到了深秋季节,你的风车茉莉叶子就逐渐变成这种红色 别有一番韵味 如果家里地方小也没有关系 我们也可以养一颗小的风车茉莉 不要看它长得小,但是开起花来一点都不含糊 我满满的花苞,含苞,蕴蕴蕴放 我们可以吸收剪剪,做成各种形状 最常见的是做成棒棒糖 开起花来就像一个个的大花球 放在哪儿都漂亮 好了,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不言 我满满的花绿茉莉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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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